我是潘振祥,英文三文潘 首先想多謝丁丁TV 以及廣東省工業設計協會 多謝副總邀請我來這裡做這個學術的講座 也想有機會說聲對不起 因為像Brandon 我的普通話不太好 所以就要用廣東話來進行 其實這個講座也是本身用英文寫的 那麼有一個… Brandon came here a long time ago and then Megas Masterh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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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開始之前我也想說我的立場 就是 I'm speaking as an educator 我是一個學術的身份 是代表美國工程師學會 來做這個學術的交流 亦都是跟丁丁的使命一致的 那… Because I care, so I share 因為我是… 關心I care about廣東 所以我就… 在洛杉磯國度來去分享我的學術生涯 那… 我現在就是… 在一間初創公司 就是… 和這個Silicon Valley theme 是… 很… 很一致的 就是一間初創公司 都是… 中國公司 中國投資公司去投資的 就是… 李嘉誠 和… 這個上海城 投資公司 就是… 江澤民以前創立一個投資公司 去… 給了一億 我們去做這個… Smart 3D Printing Reference Factory 那… 我在這個3D… Diversion 3D 就是做一個… 物質工程師 現在… 還有我在… 美國工程學會 裡面是一個… 新興法… 新興科技會員 裡面一個… 會員… 會… 會… 一個會員 OK 那就… 開始想說… 值得說的話題 那… 想問一下觀眾 有幾個人認識3D打印? 多少人知道3D刷印? 知道嗎? 好 名字好像已經被拒絕了嗎? 3D打印的名字都說了出來 就是… 打印… 不過是… 打印出來的… 物質就是一個實物… 3D的實物 那… 那為什麼… 對… 這個… 這個… 方便的… 那… 有關呢? 就是因為… 3D打印可以去啟用… 新的設計 那我就想說一說… 3D打印上現在市上已經在使用的方案 我們從最後一雙鞋就是Adidas Adidas在2016年已經推出了一系列的3D打印鞋 鞋柄其實是用這個叫Shark Absorbing Lattice 就是一個吸收震盪力的一個格仔打法 去形成出來一個固物 這樣是適合長跑的運動員去使用的 第二就是我們沿著Clockwise這樣去吧 第二就是這個Math Architects Philharmonic Concert Hall 一個concept in Beijing 就是北京一個音樂演奏室一個概念 一個3D概念 是用了這個translucent material 就是用一個如果你可以改變電器特性的材料 去令到它隨時都可以透光和Opate 那就是光系進入不到 很多東西都是關於材料 第三就是這個shaped memory design 就是將它改變一個材料的熱性能 就可以將它…就像這個一樣 你開了震燈它就會縮上去 這是一個很不同的設計 那麼…也都有這個…趁這個機會買一下廣告 就是…這輛跑車就是我們Diversion 3D打印出來的 那麼…除了這個機殼是3D打印出來的 它這個body…bodywork… 就是你…紫色它的車身 都是用3D做出來的舞去打成 那麼材料呢 就是…都是有用了Lattice Design 去吸收狀態 還有… 是一個多元化 是多Multi Material Design 所以…現在打出來 現在創造的車是用一種材料 多數都是鋼 那麼我們就用這個Multi 不同的材料去做一個車殼出來 可能有鈦合金、鋁合金 還有…鋼合金、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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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接著還有… 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是上網查的 我還沒證實過的 就是在蘋果的總部那裡 他們…天台是有很多花花草草地種著 那麼… 那些花花草草 裝著那個… 那塊牆呢 就是一個Voto-Vertiaic Surface 就是… 就是… 上網就是這樣說 當太陽射下來 它這種物質 這種材料就會隔離 它… 那種植物需要… 那種陽光… 那種… 那種 frequency 就令到它可以… 生存代謝好一點 那最後呢 都是想說就是… 亦都是我覺得… 就是做了3D蛋 八年左右 還沒有突破的一個 application 一個應用呢 就是… Jewelry Design 傳統做珠寶的方法就是… 可能… 你有一塊金 或者一塊銀 然後… 去用CNC去轉 去… 去做這個形出來 那… 就是一個 subtractive method 是… 減的… 方式 那… Additive 3D Printing 就是一個… 一層一層 就是… 好像… 將頭髮這麼幼 一層一層 它可以做到這個… Resolution出來 就打去… 就是… 3D蛋你想做的… Design 那… 那… 為什麼值得說呢 就是因為… 我覺得… 我們… 今天的主題是Design 那… 3D蛋其實是… 啊… 怎麼說呢 英文就… We push the boundary with 3D Printing Because you now have a… a design method for 3D Printing 就是… 就是… 用… 一個設計師 可能… 傳統方法去設計一種… 一種… 一種… 物質啦 它是… 對… 3D蛋來做出來的這個方法是可能熟悉的 那… 如果… 現在有了3D蛋了 就可以… 去幫助一些… 設計師去認識3D蛋 去認識3D蛋 這個設計的方式 那麼做一些… 有突破性的Design 就… 就… 就這樣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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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ected together as materials, 全部扣在一起的就是材料 其實我有三個訊息想帶給大家 第一就是我已經說了 材料在新科技的角色是甚麼 材料是可以啟動到3D打印 3D打印可以啟動到新的設計概念 這是第一個訊息 第二個訊息我想帶給你製造新材料的方法 我可以說經常都可以 我就把重點放在PPT上面 你就可以參考 第三個訊息我想 I guess用英文就是challenge 不過可能中文就不可能 說挑戰就不適當 我就是想 第三個訊息就是想 想問你 在你自己的一個領域 在你自己的崗位 怎樣可以用到3D打印 去幫助你進行一些 之前可能進行不到的事情 那說回第二個訊息 第二個訊息 是怎樣做 就是傳統這個材料和加工的process 是怎樣呢 就是第一 第一 可能客人 external or internal customers 外面 公司外或公司內的客人 會給我一些 requirements 一些需要 我就憑著這些需要 例如 能量的吸收 或者成本 這些requirements去 最快就是看一下 目前市面上有沒有 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的材料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去做個新材料 那怎樣做呢 就是去這個require table 就是一個元素的周期表 裡面去找一些適當的元素去合埋 那怎樣合埋 是怎樣合埋 可能有就是用forging,casting,pm 有很多原化的提煉方法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focus 在這個3D打印 因為3D打印 都是一個提煉和處理的方式 然後最後打出來的話 我們就會有很多 測試工程師和量質工程師去測 在這個打出來的材料 達到你這個designer的需要 不行的話 我們就有一個design loop在這裡 那可能第二個方法 就可能對我們Silicon Valley 就認識多一點 就是用大數據 那這個用大數據的方法 這個jargon 就是學術的詞 就是classification 就是分類法 那怎樣分類呢 就是好像第一行 我們有input和response 在input 就是輸入裡面 我們就有原材料 原材料第一行 化學成分第二行 提煉方法第三行 還有微觀構造 是第四行 然後最後合在一起 就是可以令到我們有這個反應 那這個反應是什麼 可能是對一個技術 一個designer 可能是顏色 成本 受力的限度 那這個就是一個template 這個板 那你需要什麼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做 那也都看到 就是第一行到第二行 就link了 有一個weight function 這個叫做線性關係 這樣也都有可能是非線性關係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可能第一行和第二行合邁 你已經可以找到你適當的response 可能不行 可能要四行 可能三行就可以 又或者可能一行二行 再加上他們不同的合邁的方法 去做出一個probability weight function 就是最終它會告訴你 你看看這些輸入 這些輸入 拿到出來的反應 的結果 是有機率 是什麼 那 最後 就是想問回觀眾你們 你們對3D打印現在的看法是怎樣 還有對你們現在的行業 可不可以看到未來 用3D打印可以 將它enable 可以應用在什麼方法呢 那我有一張照片 就是2017年 那時候在芝加哥 有一個3D打印的conference 會議 那我已經 就是一群設計師 就像做fashion show 那樣 就像看Victoria's Secret 這個fashion show 那樣 就是設計師會出來說 他的故事 然後那些模特兒就走出來 他一樣 是有catwalk的走出來 那就是我覺得 哇 這個原來就是工程 3D打印的波及 和這個設計的cross road 那我就 所以就對這個group 很感興趣 那我也想趁這個機會去宣傳一下 我們 宣傳3D打印這個行業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可以 email我這個 美國工程學會的地址 或者可以打電話給我 那也想趁這個機會 多謝Helen 去給我這個機會 我去演講 那 我可以 答問題 謝謝 感谢观看